万将军的遗书 因为夹在马鞍当中 关中那边发现得很晚 他在遗书中说 他其实对贵府的凤瑶小娘子 倾慕有加 娘子 龙将军来了几位大人 说要见您 龙将军 对 为何要见我呀 我与他们毫无交集 而且我一见女流 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奴婢也不知道 老爷和夫人正在前厅待客 催着您赶紧过去呢 这 我 行 难道这就是陈文德答应我的 要给凤瑶找一个好归宿 但这龙将军跟陈文德 是死对头啊 怎么会 小女 白氏凤瑶 见过二位大人 小娘子不必多礼 我们龙将军 近日出了一桩大事 不知几位可曾听闻 新上战的左廊将 万家归万大人一行 率领五百旗兵 奔赴莫 一旦执行军务 吐进关中之时 遭遇流寇袭击 全军都以壮力阵亡 太惨烈了 倒是有耳闻啊 不过 将军在走之前 已经和我们退了婚 这事不会和我们白家 有什么瓜葛吧 关中此时 得知万家归一行出事之后 立马赶赴现场 处理后事 他们整理了遗物 刚刚都已送往龙襄郡中 其中 就有万大人的遗书 遗 遗书 当时战狂过于激励 众将士纷纷写了遗书 全部沾满了血迹 看了真是让沈 必算落泪 万将军的遗书 因为夹在马鞍当中 关中那边发现得很晚 是以拖延至今才送过来 他在遗书中说 他其实对贵府的凤瑶小娘子 倾慕有加 但他一心饱国 即将赶赴险帝执行任务 不敢耽误凤瑶小娘子的青春 所以才忍痛退了信 他让龙襄军 替他照顾好凤瑶小娘子 身后抚恤 亦如他的未亡人 二位将军的意思是 万家贵万大人 对我情深义重 先前是怕拖累我 才与我们家退婚 但我与万大人只有一面之缘 他怎么会对我 我估计是不是搞错了呀 将军来退亲的时候 也没见他有什么不舍之意呀 你说那遗书是后发现的 会不会有人造了假呀 白老爷 当时战况紧急 他又是军中主帅 怎能有时间来写信 更何况 就算是朝廷的奏报 口述代彼 也是常有之事 这些私事 别人又怎能了解 所以 更没有动机 来捏走遗书 凤瑶小娘子 此次 本应我们龙襄军主帅 楚将军亲自前来 只因 朝义奏对 实在脱不开身 才命令我们二人 前来致意 楚将军说 凡事日后 有什么困难 尽管找我们龙襄军 若是有人敢逼迫 欺凌你和白家 我们定于他 势不两立 有劳将军了 朗朗乾坤 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就是这个 凤瑶的这个婚事啊 帮你 傅将军关怀体恤 小女子敏感五内 小女子愿以三年为妻 为万大人 福桑 但先前无相爷谈爱 想将小女子 嫁于他们家的郎君 小女子自知蒲柳之姿 配不上相爷郎君之孙 还望楚将军 替小女向无相爷分说一二 推脱掉这门轻事 凤瑶小娘子的心思 属下已经明白 我这就回去转告我们楚将军 请放心 我想此事不难 我们楚将军英勇善战 是国之重产 我想吴相爷会给他这个面子 白老爷 我们军武在身 就先告辞了 二位将军慢走 请留步 你是不是疯了 竟然想让龙湘君 替你推掉吴郎君的亲事 阿娘 我听闻这楚将军刚正不阿 又是皇上身边看重的社稷重臣 再加上龙湘君 又是这次光复荆州的天子之师 以二者之威 吴相爷也得顾忌三分吧 你 你真是胆大妄为 看来这一切 应该是陈文德所为 想不到他居然还是个侥幸用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一封遗书 怎么就算假的了呢 阿爹 这个吴相爷啊 他一向赤手这个天 就算是假的 也能让他说成真的 真的也能说成假的咯 不然 他们家里二位我都接触过 他们的未人事 是 厚道 还是厚道 不会像是 被吴朗收买或者威胁的人 阿爹啊 你说妹妹好不容易找了个靠山 对吧 给自己撑腰 这下好了 都撑了假的了 那吴相的意思 就是坚持要我嫁入他家 父母都找来了 看来是不得手不罢休之意 小娘子 您是 我是白家的侄女 凤瑶的堂妹 您唤我莫喜便是 什么 人是 凤瑶的堂妹 哦 凤瑶的堂妹啊 嗯 坐坐坐 坐 坐吧 你先出去吧 我许小娘子 来韩舍有何事啊 伯父伯母 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二位 万将军的确是心系我掌解凤瑶 那封遗书 可能是被人口传时弄错了细节 但他们二人的感情是无庸置疑的 那封遗书有这么多破绽 再说 并非我儿亲手所写 我们怎么能确定是真的 我斗胆请问 当时万将军光复荆州城之时 你二位曾赶过来 与他朝夕相处了一段时日 那会儿他受伤未愈 你二位为他擦药之时 可看到他随身 带了一块形状特别的玉牌 大概是这个样子 老爷 你看看 确实 是有这么个玉牌 确实是有这块玉牌 而且 假贵无耳 非常真爱 那就是了 这玉牌 是白家后人出生时宗族所赐的 随身佩戴 万人根本都见不到 如果万将军与我堂景不是真心相爱 那我堂景又怎么会把这玉牌赠予万将军 万将军又怎么会贴身不离 随身带着他呢 这个 是陈文德给他出场令牌 这个玉牌 是只有上了白家家谱的人才能拿到的 二位 二位若是不信 可以去白家家庙随意查验 而且 这每一辈的印记都略有不同 这玉制 是来自祖先从西域带回来的巨大玉石 根本做不了假 假归我儿啊 如此一心想着白家小娘子 连这等事都藏成掖着 只可惜 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 错失了这等好儿媳啊 我就说那无相爷居心不良 你还说 他是为了 为了家贵 澄清真相 好了 现在害的白家小娘子 得不到朝廷的恩赐和恩泽 这叫我们心里怎么过瘾得去啊 好在现在还来得及 只要二位去找龙将军的柳妇大人 说明一切 那这楚将军 一定会把万将军 跟我唐姐之事 上奏给身上知道的 若当真是这样 家贵在天之灵 也该告慰了 伯父伯母 虽然我书读得少 但是我也知道 这年轻男女私相瘦瘦 传出去名声不好 我唐姐把这玉牌赠予万将军 虽说是他们情深义重的证明 但若是传扬出去 对他们二人终归是不好 所以还烦请 二位可以保密 只对朝廷那边 立正复扬是万将军的 未亡人就可 我们晓得 晓得 白家的家教一向很严 如今凤瑶也是伤心过度 还烦请二位 不要在他们三位面前提及此事 你放心 凤瑶这孩子也真是可怜 这请家 也都不容易 愿意 那块鱼牌 是我给万家归的 可是如今 我却只能把它说成是凤瑶给的 因为凤瑶需要这个名分 可是谁又知道我心里的苦